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纪念卡 九周年纪念卡的极限载觉醒 九年来啦 第一次周年的纪念卡极限载觉醒 然后还有大王的Lokhan觉醒 等下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那么这一次的资料下载当中 比较多的就是介绍一些那个 应该说它的关卡追加的东西 那个就没有什么特别 蓝曲追加的话 第四关大特 第五关 圣兰达 第六关 极悟空 这么个样子 那么可能第七 第八关 会放在第三弹火灯什么样 不确定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刚刚大家登场的时候 就有看到一个登录画面 那个就会是接下来新的登录画面 这个就还蛮好看的 以及会有一张新的壁纸长的这个样子 基本上就登录画面那一张啦 好看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啦 好啦 那么这边应该是没有其他东西 我们主要就是来看一下 极限Zack觉醒的能力啦 首先就是这一张啦 体蓝双人 体蓝双人在过去来讲的话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强啦 就是主要重点在于它的火力上面 开了主动剧之后 那么这一次它极限之后的能力 就是长得这么个样子 因为是L2角色的关系 那么三维数值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啦 对长技从150去到170 然后必杀效果 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极大伤害降低防御 然后超必杀一回合 一回合攻防超大幅上升 最近官方蛮喜欢超大幅上升的 然后超极大以及大幅降低攻防 这个超必杀真的是很爽 一下直接把防御力跟攻击力就拉上来了 然后被动方面的话 自身气力加4攻防170%提升 然后除自身外队伍内 超hero的角色存在时 随机一种类属性气异 转成红气异 自带转珠 有这个的话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啦 然后再来红气异取得的话 气力会再加2 每一颗红气异取得的话 然后每取得一个气异 攻防会再加7% 这个就是吃猪加攻防 吃的越多 攻防就越高 然后每取得一个红气异 会心以及减伤会加7% 那么吃到5颗红气异 就有35% 可是当然就是很难会吃到5颗啦 一定会吃到一点那个属性猪的 然后再来的话 必定追加一次攻击 高确立必杀发动 单回合最大3次 就是说一颗红气异 你取得就会追加一次攻击 取得3个单回合内最大3次 那么以前来讲 这个红珠它当然就是有这个被动的 可是以前是追加普攻 现在是有机会变成必杀发动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 单回合最大补发必杀的可能性啦 必杀的效果是攻防大幅上升 所以防御力的提升幅度会非常的可观 那么再来就是气力条 18以上攻防加70% 这边来讲是跟那个基础被动是做相成的 那么而且红气异会再加2气嘛 所以它要达到满气是不会太难 而且自身加4气 队长即6气10气 然后再要吃上去 虽然说看起来14气不是那么容易 连接加3气就13了嘛 那么剩下一点点 4点红珠就可以上去了 相当简单 然后再来的话 气力条24的时候必定会行 然后血量50%以下 限制一次了 减3加70% 不过这边来说的话 有时候我们不会马上开主动机 是有点小浪费 因为血量50%以下 我们就必须要控制我们的气力条 不要达到24 这样就不会刺发这个减370% 就等行动过后这样子 这个就可以 这边稍微有一点战术考量 因为它不是正常直接触发 而是要气力24 行动过后才会触发 要行动过后才会触发 依旧是不能扛一号费 OK 然后主动机的效果 跟那个条件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然后降低防疫依旧会有 可是配上这个70%减伤 只要不是有限攻的话 那么都可以撑得住啦 你在行动后 70%再加上刺足的那个减伤 差不多可以去到接近90%的减伤 如果是刺满五颗红珠 100%的减伤 那么就是更加的简单 好啦 这个就是整体的被动 那么它的最大加成24气 然后7气异的情况下 攻击442% 7颗气异啦 442% 那么 其实24气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必定会行吧 sorry 我不知道为什么添进去 然后防疫在行动后 985%第一发炒必炸 连击1256% 连击两下1500 连击三下1700 连击四下直接破2000%的防疫力 很爽 好啦 那么这个就是一般的数值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实际的那个计算数值 OK 跟超兰界王全悟空做连接 82%的攻击 7%的防疫 然后在24气的时候 是必定会行这边 那么我这边是假设 每一次都是有吃到 三颗红旗衣的情况下 100%这边 我们就讲是一个超必杀 两个必杀 跟两个普攻 那么火力面上的话 就是从1597万开始 彩新状态 然后1000万 1000万的连击 然后600出万的普攻 然后乘二这个样子 可以去到4900万 然后必定会行吧 将近1亿的那个输出 这个只是五七亿 七七亿的话 会再更上一点点 其实差距没有到很大 因为一颗七亿的差距 只有在七爬的攻防 所以不会到特别影响 当然刺的猪越高 那么就越夸张了 这边的话 七颗七亿了 就已经将近破亿了 假设这边是 一个超必杀 三个必杀 那么就直接破亿输出 如果是四个必杀的话 那么就是破到更加的轻松 而且它的彗星算是必定彗星 所以在潜能点上面的话 全部灌给连击跟回避 就alright 彗星基本上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四代彗星 以前很缺气嘛 现在一点都不会缺气 因为它已经会转租 转出红租的话 又可以赤租加弓 加那个气 很容易就上气 然后四代加气 还蛮爽的 然后它的防御力 数值就蛮爽的 行动前老实说是不会高 防御这边的话 我全部同意是七七亿的情况下 财星状态23.9万 然后行动后81.4万 连必杀101万 122万 142万 162万 再配上减伤能力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算是目前为止还蛮是蛮好用的 绝对是强大的 无庸置疑的强大它的能力 除了先攻抗性不是那么好 后面的全部都完美 即使是主动去开了调防 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有限定一次的减伤70% 那边只要是主动去开了 然后配合那个 只要在前上70%还没用到 不要面对到先攻的话 对面也是没有任何的好担心的 强 那么它可以进的队伍也非常的多 树兰双人的话 全球活动的Vegito 算是有赤道 它可以跟进去 而且这一张跟那个Vegito的连接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宇宙生存片绝对是会上升 宇宙生存片的那个未来 绝对是Kimochi的啦 我相信很猛 这张真的是谷底反击 它的极限在觉醒啦 对比去年极限的那个饭田兄弟来说 强了很多 我自己个人认为强的非常多啦 嗯 OK 这个就是体蓝双人啦 那么 再来的话 是我们的9周年的纪念卡 这一张果吉他 OK 那么这张果吉他 它极限之后 它的数值会稍微往上拉一点 拉到一般10抽卡的登机 毕竟是纪念卡啦 有的到这样子 已经是魔化其他妙了 对长技的话 就是 每取得一个7E攻防加19% 如果是自身属性的话 血量9999%提升 什么样子 每一颗啦 每一颗自身数量 就算是1万啦 恢复 那么必然效果是 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超特大伤害 回避加19% 如果是可以连击的话 那么就有38%的回避 还不错 那么被动方面的话 自身攻防99%提升 每取得一个7E攻防19%提升 那么除了自身外攻击参加中 超Hero或者剧场版Hero存在时 没取得一个7E啦 攻击时攻防会再加9% 因为这个攻击时再加9% 是做相成的嘛 很棒 那么取得5个7E以上效果吧 取得9个7E以上必定会行 所以这张来讲的话 主连击 互回避 或者是 主连击 主连击啦 主连击会比较好 因为回避率这边是增加比较多 19% 连击到就 extra多19% OK 就是这么个样子 那么这一张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最大加成在77E的时候 攻击力441% 防御712% 算是这样 可以偶尔拿出来玩玩一些 比较普通的关卡 太难的关卡也就是去不了啦 这边假设就讲说 只进到200%了 没有算到这样多 跟合体战士 还有短期截战 有连到 攻击加12% 防御加5%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57E的话 300万的火力 跟31万的防御力 77E的话 382万跟40万的提升 其实提升幅度 每一颗7E增加会蛮多 因为有坐香层的被动 所以会拉的蛮高 23颗7E的话 即使是这张免费卡 都可以去到千万的防御力 跟145万 千万的火力 加145万的防御力 这一点倒还行 OK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我们这一张大王 大王的话 因为提升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算 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这个被动就好 超Boss 气力加3 血攻防50% 极限的话会变到77% 所以还跟Virusama 一样要等着他后面的极限 然后必杀效果 一回合攻击上升 没有提升 被动的话 自身气力加2 攻防80% 每一次攻击 攻防加20% 最大80% 然后超Boss前沿 气力加2 应该是极限之后 会有属性增加吧 应该啦 是希望会有啦 血量50%以上 必定最佳攻击 高确立必杀发动 纯粹赛亚人 或者剧场版Hero的敌人 存在时 可以看破必杀 这个看破必杀 就是这个Virusama的最大价值所在啦 可是 他的这个整体的攻防很低啊 才224%罢了 再配上这么低的数值 暂时来讲 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突出的地方 还是需要再等啦 等过后 如果再OK一些的话 那就很棒 希望啦 希望会再更加的 极限之后 会变到更棒啦 好啦 不过在这一次的蓝区上面 他算是有作用的 纯粹赛亚人 可以看破必杀 剧场版Hero 可以看破必杀 后面的关卡应该是 也许有机会让他发挥啦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极限Zack觉醒 以及独看觉醒的能力 以及资料下载方面的话 就没有什么特别讲到啦 就这样子啦 这张 然后对了 他们的极限Zack时间 是在明天 是在明天 然后 我们的这一个 他的那个 特攻是神赤猿 特攻是神赤猿 算是这么样子啦 没有特别了 好了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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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